节目台湾原味道在拍续集 拍摄新一季节目 继续带大家走遍台湾找原石材 这天梁凯勤 谭凯莹 以及韦如一起开工 要找到好的原石材 当然要付出汗水了 不过三位主持都一口同声地说 完全不介意 其实拍台湾原味道本身就是 一定要上山下海 然后呢就是日晒雨淋 然后被蚊子咬 不过这就是好玩的地方啊 而且呢就看着我们三个女生要说 白白的啊 然后慢慢的开始变得黑黑的 然后身上好像开始被蚊子咬 这种也是一种乐趣来的 变最黑谁变最黑 我觉得应该是我耶 我觉得我变蛮黑的 而且我这一次真的出这个台湾原味道 是我第一次出嘛 跟着这个Tim出 我真的是人生当中用过最多次防晒的 就是这一次 我几乎每天一罐这样猛擦耶 每天一罐好夸张哦 因为一直吃美食会不会有变胖呢 哦这个节目绝对不用担心胖这件事情 因为流的汗绝对比你吃的东西还多 对啊 凯勤他们拍节目吃好东西 不止没吃胖 反而还有样东西瘦了不少 是我们的荷包变瘦 结果没一趟啊 我们都去买了非常多的伴手里 真的太好吃了 光是我们去台东那一趟 哦他们那个芒果 对 受不了 我们直接每人扛了一两箱回去 对啊 而且每一次回去啊 出班的时候明明就只有一个行李箱 然后回去我昨天 我爸妈一看到我真的吓到 因为我是带着四箱东西 就是四袋东西回家 他们想你到底去干嘛 你这是去出差还是去玩的 我就只好跟他们说 不行 我真的很想买回来给你们试试看 因为这一次介绍的东西真的都很好 嗯 嗯